最近好萊塢有一部新片 记录了墨西哥喜剧泰斗 康丁·法拉斯传奇的一生 他曾经在1956年 以电影《环游世界80天》 拿下金球奖最佳男主角 他在大部分的电影中 都扮演同一个角色 在影史上相当少见 而他诠释的社会底层小人物 获得很多观众的共鸣 也让他幽默用讽刺的身影 永远留在影迷心中 1956年墨西哥喜剧泰斗 康丁·法拉斯主演的《环游世界80天》 让他赢得金球奖最佳男主角 这部片也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肯定 当作人员很特别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角色 我会认为自己的工作 也会有很努力的工作 也会有很努力的 不仅仅是在舞台上 例如动作 放声音 能够在工作的位置 能够在工作的位置 那些都是很多 《战机电影康丁·法拉斯》 記錄了同名墨西哥喜劇演員的發跡過程 成名前他曾當過拳擊手和鬥牛士 就在求職碰避萬念俱灰的時候 康丁法拉斯在馬戲團找到了終身的職業 當一位喜劇諧星 就這樣從舞台要上大螢幕 還到美國好萊塢發展 一生演出50部電影 成為影史傳奇人物 電影康丁法拉斯精彩回顧這位喜劇大師的傳奇人生